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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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有比自己事业更可靠的男人呢 只是那是不懂罢了 1977年被外界一致看好的逍遥宣布嫁人吸引 让不少人大跌眼镜 逍遥要嫁的人比她大14岁 是印度尼西亚的一位富商 除了经营房产外 还是当地一个知名电子品牌的总代理 婚后的生活最初是好的 有豪宅有佣人 但随着时间见长 丈夫暴力的一面开始显现 最开始是扣脚 后来发展到动手 儿子女儿的相继出生 也没有让这种情况改善 反而让逍遥多了难游 据逍遥的女儿王宇杰讲述 爸爸不仅经常欺负他们母子三人 还不允许他穿牛仔裤 朋友打电话来家里会被盘问身份 如果他打电话回家时遇到电话不通 就会气得将电话线剑断 爸爸回家时 全家人都要在门口站一排迎接 实在受不了时 逍遥就带着两个孩子逃跑 在王宇杰的印象中 他们至少泡了四五次 最长的一次躲在某处小岛 住在逍遥的朋友家九个月 最后还是被找到 前些年 逍遥和女儿王宇杰参加 康熙来了 曾在节目中讲述昔日遭受的一切 王宇杰说爸爸会用电线 将自己和妈妈的手脚捆绑 然后分开问话 如果回答的不一致就不行 某次爸爸用皮带打他 从天黑一直打到天亮 从王宇杰皮带其实还好 这句话 我们就可以知道这种喜剧 对他来说太过平常了 若不是打的时间太长 他都以为忍得住 而在丈夫暴打孩子时 逍遥若是阻拦 或者是孩子看他一眼 都会让孩子被打得更狠 所以每每那时 他只能走开 好让丈夫赶紧消火 逍遥曾向丈夫提出离婚 得到的是对方的暴力拒绝 认了许多年 当儿子女儿长大后 逍遥就借着上学的机会 将他们送到国外帮他们逃出爸爸的掌控 1998年印尼局势动荡 逍遥趁着这个机会飞回台湾 再也不肯返回印尼 一个人的婚姻悲剧 要靠一个国家的动荡才得以逃脱 比清澄之恋更加悲哀 因为丈夫依然不肯离婚 并且拒绝支付生活费 逍遥那几年全靠甜妞 等好朋友的帮助鼓励 才度过了生活上的难关 也渐渐重视往日自信 2007年 逍遥在女儿支持下 亲手写诉状申请离婚 这一次她终于获得了自由身 那期康熙来了中 逍遥和女儿都笑得美心美肺 但是说到已经过了时 她的神情还是淡然了一瞬间 潜伏后来又成了家 患了癌 儿子去看她时 她曾哭着请求原谅 或许是骨肉亲情难舍 或许是不想沉浸在往事中 难为自己 逍遥和儿子女儿都选择放下了过去 原谅那个曾给自己 带来痛苦回忆的男人 只是王玉杰虽说不恨了 但没去看过爸爸 因为还是怕 从那段噩梦班的婚姻中走出来后 逍遥想获得了宠身班 53岁时她开始学习肚皮舞 还被舞蹈老师赞身材净 王玉杰2000年时 从美国一所独立大学毕业 选择了进入娱乐圈 2000年参与周星驰芯片 少林足球选秀会 在选秀会上录了一首劈腿的功夫 被少林足球的导演李立池 请点入围 成为该片的女主角之一 童年拍摄 坎尼洗发精广告 清剑口香糖广告 2001年参与台湾优质剧场 第一单元 《我的名字叫莲花》演出 在《我的名字叫莲花》中 担任女主角 童年首次演出电影 2月14日 饰演博雪与孙耀威合作 2002年参与 吴宗宪炮制台湾偶像剧 急速青春演出 饰演蓝蓝 在剧中 跟吴宗宪 陈柏玲 可友伦等人合作 2004年加入偶像团体 七朵花 因为合约的问题 同年退出偶像团体 七朵花 同年拍摄 靠得住推出七年级女生 卫生棉 王宇杰 纯白系列广告 2015年再次参与台湾三立电视台 电视剧《世间情》挑战台语演出 饰演护士王晶晶 2016年初宣传电影时 透露子沟涨了月 十公分水流 要是可能不易受孕 3月初 手术切割十公分的肌流 把左乱潮摘掉 走上搜数 可以说入行至今 王宇杰的身份跨越了 演员 主持人 配音 模特等多个领域 虽然不曾大火 却也颇受欢迎 离婚后 逍遥做了女儿的师妹 也回到了曾带给她 成名光环 却阔别多年的娱乐圈 纵然不再是少年青春 却焕发着另一种乐观积极的美丽 她说 女人不用靠男人 竟记独立 也一样可以过得很幸福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聊到这里了 如果喜欢辣妹的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 我会持续为您带来更多明星背后的故事哦